现在我们我想要介绍一个就是回乡创业的年轻小伙子,到底回乡创业有没有意思,有没有意义,有没有赚头? 来,Jason. 大家好,我是Jason,来自普吉卡比尔组生的普吉卡比尔组生的普吉卡比尔组生。 之前你从普吉卡比尔组生去了吉隆坡求学,求学了之后,你到回家乡去创业。 那你之前有这个想法,就是到回来某个家乡,还是你就觉得我在吉隆坡,我就在吉隆坡发展,我不再回来这个地方吗? 因为一开始我会去吉隆坡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去到哪里学习,学习人家的模式,然后再把一些贵的体验,再带回北吉卡比尔组,帮助本地的一些学弟学妹,让他们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些世界观。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可以出去外面看,小孩子他们出去,就是跟爸爸出去shopping,shopping,shopping。 所以我们要去看了别人的文化,再把一些别的地区的一些文化带回来。 好的文化带回来。 所以你就回来了之后,马上就开了这个学堂了吗? 其实这个学堂是我很有先开始的。 然后我回来过后就是和他一起烦,都一起进行到现在。 好,我听说你的学生跟你学习啊,上课是很快乐的哦。 怎么让他们快乐,我们就到你的课堂去看看。 OK,好,就叫我来过去看。 今天你足够努力了吗? 来,给他人家设的就是你。 我觉得是,我觉得生啊。 这也是,没错啊,那是第一。 哦,不是。 啊,这个也是他啊。 啊,这个也是他啊。 这啊,这是我们的主要的考得。 嗯。 啊,第一开始是这一天。 哦,OK。 对。 然后,呃,学生们放学过来后,会在呃,工课班。 哦,这里是他们做工课的地方和用午餐的地方。 嗯,嗯,OK。 所以,他们会在这边做完他们在学校的功课。 对。 然后,有啊,指导员在那边,補导。 哦,会去教老师,啊,去教他们,哦,他们不配的功课。 哦,OK,好。 哦,写助他们完成。 通常会多久呢,他们在里? 嗯,一个小时单单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单单两个小时。 这些老师是, 老师是全职还是兼职? 呃,有一部分是兼职。 工课班的有一部分是兼职,有一部分是全职。 但是教书老师都是全职。 嗯,OK。 一个安清班对不对? 对。 好。 这些都是一年级? 呃,这里有三年级,四年级,六年级的学生。 哦,同样是会在这里做文课。 做文课。 然后, 帮到我用午餐做完文课,带几点父母亲来载他们? 嗯,看情况,如果他们有午膝的话,有时候会到五点半。 哦,OK。 如果没有午膝的话,他们有时候四点去完成功课,就可以回了。 就回家了。 或者是去学校做外活动。 哦,OK。 这是一种托儿所吗? 嗯,安清班吧。 安清班? 哈哈哈哈哈。 都有很多的想法。 不同的名称,但是性质一样。 差不多一样。 差不多。 更好一点。 嗯, 这是幼儿室。 嗯,这是二年级。 二年级。 这是我们的院长,梁老师。 哦,梁老师。 梁老师现在在教英文,对不对? 好。 好。 好,来,出开。 来 学生 手指的 读 妈妈 为什么 OK 好 来 我们看下面的理解文 下面的理解文啊 顾妈妈和三肢 修心那里有指针吗 有没有 有啊 OK 好 来 示范 手指针一起 讪针 OK 来 我们一起读 顾妈妈 顾妈妈 顾三肢 顾三肢 顾兄弟 顾兄弟 在厕所里休息 在房子里休息 对吗 不 都很 应该是什么 在房子里 是房子吗 不是 都是房子 对 给我们来一颗掌声 来 读一次 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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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接下去 在屋子里休息 在屋子里休息 好 父弟弟 最爱换 最爱换 不麻烦 不麻烦 问题 好 来 父弟弟没问题咯 手指针啊 妈妈妈 妈妈 为什么 为什么 身临你的 身临你的 想要 想要 那么 爱唱歌 爱唱歌 有经过想要唱歌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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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 杰森你好 好 我说知道你当初是在吉隆坡读书对不对 然后你是读什么 我是读商业管理 商业管理 然后过后呢你有在吉隆坡做什么工作 其实我有一年的时间在吉隆坡也是被派到吉隆坡去管理呼吸中心的分院 然后后来我在一年后我有在Teller国际学校去上班 那在那里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受西方教育的老师 或者说这个西方管理的模式 他们的教学模式 我觉得这种开放式的模式的教学法是更适合在新时代的学生 让他们去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他们个人的一些潜流 而不是只是像以往的模式就是ABCB写一个对的答案 对就对错就错 反而现在是更多的机会让学生去表达他们自己 去展现他们自己 去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去表达出来 让我们老师也更明确的知道这个小孩它的potential在哪里 你学的是商业管理 可是你现在办的是教育 那这两种你是比较满足感在哪里 因为我本身教的是比较后面班的学生 所以我的满足感来自于学生从不会到会 从一开始他不喜欢学习到后来他自发是想要学习 有的学生甚至是从不喜欢学习 然后放学后要求自己要求妈妈让他从学校直接过来参加我们的安清班 他直接单元在这里做功课也不回家 就是完成功课不完习才才回家 所以 江江也很欣慰自己的孩子从以前不翻书到现在是要求要在福西东西先完成功课 所以我觉得帮到一个孩子的未来 是的 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老师 我真的是要见识一下你的魅力 想知道你所谓的这个西方国际学校的那种的开放式的教学 他到底跟我们现在学校里面的教学的差别在哪里 然后小孩子为什么这么喜欢 嗯 OK现在的呃 根据以前的教学模式都是老师说了算 老师说答案对就是对 老师说答案是A就是A 你不会有机会去选择B或者讨论为什么不是B 可是我个人的呃在国际学校呃 观察了呃老师的教学模式 我个人是喜欢开放式让学生明白不只是什么答案是对的 还要让他们去知道哎 为什么这个答案是在这里不可以选择 为什么这个答案是错的 更open的让他们去呃学生去表达他们对于这个题目 上课可能对于学生的组尺寸的想法 taxi呼应 所以每一个学生都会有机会去呃咯就呃呃说它们的一些呃呃rr recht さ peter 或者是呃呃呃他们的一些呃呃呃cha 或者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这一题不可以这样回答 我们可以接受学生们的一些 对于答案的一些质疑 那不常这样子有自己的自我思想的学生 不常就会把老师气到暗死 那你是怎么去应对呢 OK 首先我们会先和学生有一个deal 就是我会跟学生先说 什么情况下叫做问问题 什么情况下叫反驳 什么情况下叫顶嘴 所以我们会让学生清楚知道这一层的关系 OK 那当他知道我现在是学习的状态 我是来求知的 所以不是来顶嘴拷到我的答案 一定要被老师认同 才叫做胜利 那你这么长的一些教学的经验当中 有哪一位学生的 所以什么事情是最让你印象深刻的 我觉得学听写很难 那因为他也不太认识几个字 所以后来我用了一些可能故事啦 图案啦 一些教学法 让他去学习听写 让他去自己去找到 适合自己学听写的模式 到最后他来和我一起挑战如何学听写 那比赛过程中他开始喜欢上学听写 他也不再排斥学听写 那他开始会慢慢进步 我觉得这个是我其中印象很大的成熟感 就是你利用了即将榜 不一定 就是可能用协法打让学生是喜欢的 间接的就是克服了学生的一个恐惧感 还是他的不想兴趣的那种心态 让他们慢慢的转移过来 对 非常棒 那你觉得你更远大的目标是什么 我接下来的目标是协助更多的老师 去把我的这个教学理念去教育老师 让他们去帮助更多的本地学生 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需要一群老师和我有一样的理念的老师 一起去办教育 我觉得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想法去做出来 那你有没有想着在深造 其实我从毕业过后一直都在持续深造的 到现在我还在深造的 学习 目前我是正在学着行额上学 行额上学 对 有意思 就比较特别的 他也算是心理学的其中一种 主要其实现在我们我明白的是 现在很多学生 他们有时候并不是我要不要读书 而有时候是更多是心理学上的一些问题 得到解决了 不过得到满足了 他会明白 他会知道 他会明白他要正常去学习 所以从这个辅导方面去着手 我觉得也是挺重要的一块 祝福你 事业的伴侶 OK 那其实在这个教育这一块呢 我们比较做教育和生意 我们比较注重在教育 所以我们的收费制度不是比较稳定 当然我们主要还是要让学生喜欢上学习和能够自发性的去学习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帮到学生去帮到社会 其实教育很大的部分 不是在于今天他从书本里面得到多少的知识 而是他能够从这些知识当中 如何去学会去运用 不只是用在自己的个人发展 更可以做到是去帮助别人 所以我再回到福地坑留在和朋友一起在办教育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开始在201516年的时候开始参与本地的一些各大社团 所以参与社团让我明白是其实社区他真正需要的教育在哪一块 然后社区上的一些存在性的一些问题 那我可以去把这些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去在教课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ensumple可以跟我的学生去分享 那学生也可以从另外一个程度上 另外一个旁边上去了解到 原来这个社会是可能有一部分是我可以出力的 那我有一个问题 今天我们做一个老师 但是你没有钱开办 你还做老师吗 你今天是一个老师 但是这个老师你承担没有钱开办 应付了你的开销 你还要做老师吗 我会继续 今天饿死 应该不会饿死 因为教育是 我相信教育是一个长久的事业 一直都是被需要着的 对 被需要的话就会有人去养民了 未来的五年 你的企图心是想达到多少间 学生大概是量是多少 如果以你现在目前的做法 然后在未来的发展 你的红颜是什么 起一个大牢做的事 这是可能比较难的 但是其实这一条街 也算是半个虎锡街 因为这一条街 还蛮多间虎锡中心的 那接下来我们的规划 其实是在五年内有五间店 那可能是这里三间 会另外两间 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在这个对的教育里面 不只是在团队 也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发扬 嗯 好 杰森 你现在是现役员 那你也是一个老师 那你有点方便 如果发展得非常好 好 二学历 你会选择放弃那个 呃 首先我会 呃 因为在 我觉得我两个都不会放弃 如果两个都发展得不错 我两个都不会放弃 一定啊 在教育界的话 因为我现在正在培养着老师们 所以呃 我相信我老师们是可以去把我的这个理念 传承下去的话 可以把更多的心思 放在这个社会工作上 那再去呃 呃 再去帮助社区去进行服务 或者是去呃 发展在这一块 嗯 然后你本身有什么企图心 如果在这个社区方面你做得好 有没有打算在来年的大选里面 进选州议员或者是国会议员呢 OK 呃 目前这个还没有在我的这个呃 计划当中 呃 主要是我先 我觉得先把我自己呃 不足的部分先去学习好 然后去进步自己 让自己更有这个呃 这个呃 那再看我是 是否是适合在这一块的 那如果真的是适合的话 那么就呃 感谢大家的祝福 好 嗯 很好 先把自己现在目前的责任 职责给做好 然后未来东西就等到未来的人 给你 评分 如果做得好 我们继续往更高的这个 巅峰爬上去 好 加油 好